移工合作備忘錄 外界炮轟10萬名的印度勞工 恐怕會衝擊國內的產業 搶台灣人飯碗 更有專家爆料 民進黨引進印度勞工的背後 牽扯了上億的仲介利益 台灣跟印度確定簽署 引進移工MOU 現在在台灣的外籍 移工人數達75萬人 卻有超過一成 約8.6萬逃逸無蹤 政府急著從印度引進 想填補缺工漏洞 網友質疑 憑什麼讓老闆迴避挑釁 讓印度人來講台灣人的工作 有人爆料引進印度勞工 是因為背後涉及龐大利益 光是依照勞動部的公開資料顯示 台灣的仲介公司 可向移工收取每年約2萬元的服務費 另外再向雇主收取每年2千元 還會再加上一筆 移工第一個月薪水的介紹費 想拿到國際仲介背後的龐大利益 恐怕還得有特殊關係 受人力仲介的都要有政治關係 不然拿不到這樣的配額跟執照 所以過去一段時間 台灣的執政黨很多的政客 從中間拿到了不少的好處 推分到印度移工 就顯然有人在做這個生意 政策的管理 薪資的調整 有沒有從這方面去突破 而不是動不動 就是用引進的方式 來解決所有的問題 每一個勞工他所收的服務費 其實都不低 10萬後面的 是破億的金流 感覺執政黨執政之後 就是處處只要有得撈的地方 就想要去撈 去年10月間 一名印度籍男子酒後鬧事 在台北市當街 想要爐走3歲女童 嚇得女童母親跟男子爆發拉扯 更有網友擔憂 印度每15分鐘就有女性遭到侵害 台灣引進印度勞工 恐怕成為性侵之島 難道要用治安 來換特定政客的政治利益 引進異度移工的背後 不知道還藏有多少政治秘密 記得鍾身LNG SNG 到台北報導